近载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黄子东 今天是礼拜一 距离我们的封关日 只剩下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麻烦投资人先注意一下 我们的测标 其实这是一个双关语 因为我想大部分的投资人 应该清楚了 每两年Intel跟AMD 会推出一个新平台 推出新平台 当然应用到最下游 就是因为我们人类 对于资讯的用量 跟传输的速度 要求的是越来越快速 那要求的传输速度 越来越快速 刚好这段期间我们布局 股价也是越来越加速 所以快要封关了 我们就匆匆洗 给投资人一个正面的讯息 伺服器族群 今天加权指数上涨102点 当然它就会是撑盘的要角 我不晓得投资朋友 你还记不记得一件事情 来我们这个地方 来这个地方 来导播请这个地方 来1月13号 上个礼拜五 1月13来导播 左下角这个地方 1月13号上个礼拜 我的节目 影片的截图 我们在节目上面 讲了这一档股票 银帮 那银帮是 我们来顺便看一下讯息好了 银帮是我们去年的11月 11月当时的价格还不到70块 在六字头 3693我们讲银帮 那3693的银帮到今天 我们看一下它今天怎么走 撑盘要角没有问题了 今天收133 也就是说从我们开始跟你分析伺服器这个族群 讲到现在 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 这一档股票翻倍了 那我相信投资人应该都知道 应该都很希望自己手上有一档银帮 对不对 那我说你好好的听我分析 2023年下一档的银帮就会是你的 当初我们是这样子 11月9号的时候 其实投资人都已经知道Intel跟AMD要推出新平台 直到昨天我们还在跟你分析这件事情 1月13号 截图是1月13号 就是这一章 因为我跟你讲 我说伺服器要推新平台 基本上你就要 未来我们说会改版成左边这个样子 以前会用机架式 后面会用刀锋式 为什么 因为我们对于资料的用量需求是越来越大 问题是空间就这么大 只好我们另外想办法改成刀锋式的伺服器 你就要在更小的空间塞入更多的显卡 那你塞入更多的显卡 你整个大改版 你的机壳是不是也要做个改变 当初我们跟你讲 3693银帮这一档股票 从去年10月跟你追踪到现在 直到昨天嘛 影片的截图 跟你讲3693的银帮 为什么因为他是AMD发表第四代 EPYC处理器的机壳商 所以他今天在封关之前 散户卖股票的时候 阻力给你硬生生的拉抬 过了新高3693的银帮 那上个礼拜五我们会跟你讨论到3693的银帮 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分析一个投资人更关注的问题 第一个你说现在已经要封关了 要过年了 这一次年假放得特别长 放12天 那你要不要报股过年 首先我们就台股的环境来跟你分析 上个礼拜 大部分的市场上的投资人 甚至是分析师 都这么分析 跟你讲说 你看台积电的12月的营收 呈现的是月减 不是利空吗 而且还低于法人预估的低标 还要再更低 低一点点 那当时我有跟你讲 它低于低标的原因一部分 是因为美元最近是跌的 有一部分的汇损 但是汇损这件事情 你不会每一季常常都发生 不会都发生 所以这件事情 你可以先撇除不看 第二件事情是 上个礼拜台积电开法说的时候 针对2023年 就是今年的上半年 可能对于PC 甚至是智慧型手机 其实是看淡的 那我其实蛮正面看待 台积电这一次的法说会 这样的讲法 因为它讲出来的是事实 跟我们做节目 一定先跟你讲对的事情 所以台积电这么讲 法说会 投资人也都预估得到 苹果单也许是衰退的 但是我有跟你说 我说就好像巴菲特 为什么会去买台积电 应该不是看上它的成熟制程 应该是注意它的5奈米 先进制程 5奈米以上的先进制程 这应该才是巴菲特的护城河吧 那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自己了 我帮你把重点画出来 我认为它法说的重点 应该是5奈米 应用在伺服器的部分 今年2023年的成长状况 来导播稍微放大一点 所以它第一大的客户 苹果 目前为止我反而没那么看中 我看中的是不是这件事情 AMD 超微的第四代 EPYC AMD的处理器 谁做的 台积电嘛 那机壳是银帮 显卡呢 其实是技嘉 这几档股票 我们今天都会跟投资人 好好的分析 总而言之 我们先关注一件事情 上个礼拜五 我还特别跟你讲 3693的银帮 我们之前 有没有先获利了结一趟 有啊 因为我们看一下 我们专门在用的筹码指标 告诉我们 主力在这个地方 平台整理的时候 它没有买进 而且还小小的 降低了尺骨 降低了比重 来导播这个地方 稍微放大一点 降低了比重 时间点出现在1月3号 所以当初1月3号的时候 来1月3号在这个地方 当初1月3号在这里 1月3号这个地方 这一根小小的上影线 不是后面这一根 是这一根 一根小小的上影线 我说筹码出现状况了 你看量 你看什么KD指标 那个是看不出来的 在这一个地方 你先做一趟了结 隔天呢 隔天这一档股票 一个怀包线 红K吃掉前一天 全部得黑K 大部分的投资人会说 这叫做一红吃1K 甚至吃掉前面的好几天 那所谓老师应该是强势的表 表象啊 结果隔一天开高 投资人以为看对了 结果过两天 他跟你狠狠地洗一下 为什么 因为他有稍微降低一部分的持股 这个是你从裸K看不出来的 你必须从筹码的角度去研判这件事情 必须要留意 那所以我认为资金比较有效率的利用 是这个地方先获利了结一趟 但是往下看 就筹码的分析 我是不是跟你讲 他只是部分降低持股 但是有没有全数出清 是不是到货 那也不是 因为它的基本面 2023年才是爆发的一年 直到上个礼拜五 因为我们先分析台积电的法说 我针对我的看法 一路跟你讲到伺服器这一个产业 顺便就来聊一下怎么样 我们在操作的机壳 银帮 上个礼拜五 这样子我们就完整的交代了 今天3693的银帮 是不是就跟我们的标题讲的 已经要封关了 散户不会去买股票 结果这一档股票大拉特拉 加速过前高 那请问是谁做的 主力嘛 也就是说未来2023年 相关的族群 有没有系伺服器 你自己好好留意 也不只有机壳 因为机壳毕竟投资人 你也知道吗 以产业来讲 好像比较下游 我们来讲到上游的部分 上游投资人可能也会想到 那就是 Intel 1月的时候也公布说 它推出了第四代 通常Intel跟AMD都会差不多时间推出 两年换星一次 两家公司均备竞赛 那其实我稍微比较看好AMD 因为XEON基本上它也是 因为要讲到 应该是先讲AMD 讲到AMD 因为它这一代的 目前已经是EPYC 已经是第四代 它从第二代 其实它也是跟Intel一样 是用X86的语法 那它在第二代的时候 我认为在功能上面 基本上就已经隐隐约约 可以和Intel并驾齐去了 更不要说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 当初来这一位 AMD的总裁苏之锋女士 第二代发表的时候 它还有来台湾 那当初2019的时候 还有个报告说 已经全面超越Intel的XEON系列了 到第一代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经营得很辛苦了 那当初跟AMD的配合厂商 技术资源厂商是谁 其实不是华琴 其实是技嘉 来 这个等一下我们后面再讲 到第二代的时候 其实整个两家公司 比起Intel 我比较看好AMD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所以当初我们为什么会去 再回头来讲 为什么我们会去操作银帮 为什么会有这一档股票 为什么它会是我们的自选股 这样投资人清清楚楚了 那我们也额外讲一件事情 刚刚说它的语法是采取X86 因为上个礼拜其实有一个新闻 说Google宣布支持Risk-Fi 说对ARM架构是一大冲击 算是一个小冲击 来导播这个地方放大一点 我认为言过其实 那就更不用说对X86来讲 基本上是隔靴骚痒 没什么影响 因为语法应用的地方 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个地方我们先稍微做一个澄清 所以你要知道 接下来Google说 同时支援Risk-Fi 不是说要打掉ARM架构 和X86更没有关系 这个地方我们额外讲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是 AMD的合作显卡厂商 其实是技嘉 当初我们在跟你分析 显卡三雄的时候 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认为后面涨幅空间 应该说会长得比较久的 是滑晴 因为它伺服器的显卡占比 是35% 是最高的 所以我认为 它会长得比较久 3515的滑晴 来当初我们在跟你分析 3515的滑晴 当初价格还没有100块 10月31号 当初我们在做的时候 是98块钱买进 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跟你讲 当初我们发现这个 用筹码指标发现什么事情 主力指标在这个地方 股价没涨 指标快速上升 3515的滑晴 主力的脚步 主力的动作 跟我们分析的产业 基本上步调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就会带会员去买进 去布局 当初98块钱 3515 今天这张股票 小涨了几个TIC 目前147 也就是说来 它现在147块 基本上多方格局没有改变 147块 也就是说我们先回答投资人一个大问题 今天你如果是银帮 今天你如果是滑晴 像滑晴你波段布局 买98到今天差不多50%的获利 如果我今天请你这一档股票抱着过年 你会不会很难受 不会啦 帐上获利50% 基本上你一点都不用担心 尤其是你对产业又有研究 刚刚我们讲 我比较看好AMD 然后同时搭配一件事情 因为2376的技嘉 后面的毛利成长空间会是比较大的 伺服器占比也不少 在20% 2376的技嘉 当初我们在跟你分析的时候 87块钱 好 2376的技嘉 87块钱 我请你买进 搭配一下 主力筹码指标 2376的技嘉 80几块钱 发生在什么时间 发生在去年的10月 去年的10月11月 你都可以买在9字头以下 到今天 今天这档股票它没涨 但是买进这档股票 除非你买在12月的这一天 十字线这一天放大量 只要你不是去追价 而是跟着我们做一个良好 找出绝佳买点的时刻点 去做进场 基本上 它在前面 前高的这个地方晃 消化12月的卖压 基本上这一档股票 这个族群 我请你在封关之前续报 你会不会很难过 不会 所以今天我们跟你介绍这个族群 就是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子做 如果你操作的是伺服器族群 在封关之前 你的骨架应该是加速的 甚至续报都是相对持稳的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讲一件事情 因为一开始 第一个 我们从台积电的法说会 我们看好的是超维 它推出第四代的伺服器 EPYC 机壳是谁 再复习一次 机壳是银帮 3693的银帮 它今天涨停板 过新高 那投资人要问 老师你看好伺服器 难道其他家的机壳都不能买吗 机壳不是只有银帮 以我们台湾来讲 最出名的应该是 8210的秦城 来 我们就来讲8210的秦城这档股票 我当初在跟你讲 这档股票的时间点 其实这档股票 我们之前也有在投资人 一起探讨分析过 时间点在2022年12月20号 那我们这个形态的影片 基本上没那么严肃了 看老师会穿比较年轻的衣服 来 重点是这个地方 导播 这个地方稍微放大 当初我们在介绍 8210秦城的时候 我们是用本益笔河流图 来跟投资人分析 那我相信这一套分析法 投资人应该也不陌生了 就是会划出六条线 那划这六条线会造成五个区块 它会告诉你这一档股票 通常会在哪一个区块里面晃 然后现在股价是在哪一个区块 表示你可以知道它高估或低估 当初我们跟你介绍秦城的时间点 它在75块钱以下 因为那个时候如果换算本益笔9倍 很便宜嘛 因为过去它的均值会在12倍 时间点大约是一个月之前 2022年12月20号 到今天饥渴 除了银帮之外 8210的秦城 今天它80块 今天它做什么事 这两个礼拜 因为投资人你可能平常 不会去注意这些个股了 每天都是呈现跳空 从我跟你讲到现在 开始怎么样 过平台之后 不是已经要封关了吗 请问这段期间是谁买进 是散户吗 没有啦 如果是散户 大部分在这个区间碰到 你就想跑了 有获利你就想跑了 过高之后 还会每天跳空创新高 会去做这个动作的人 就像我一开始的分析 应该是主力 公司派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产业 2023年的发展 他们非常的清楚 所以机壳不是只有银帮 8210的秦城 那我事先 这些个股 这些族群 事先有没有跟你分析过 投资人看得清清楚楚 也就是说 2023年 如果现在已经是 明天就要封关了 也许你现在买进 可能来不及 也不是那么好的点位 但是我跟你讲 2023年 它是一个重点产业 这就是我们选股的条件 因为它是政府重点发展的产业 不是吗 对不对 现在政府是不是都在执行军备竞赛 你的5G平台 我的5G平台 谁的平台发展的比较好 这不就是政府在发展的重点 主力公司护盘 明不明显 第二点 已经要封关了 长这个样子 明不明显 超级明显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第三点跟第四点 我们在节目上面也常常讲 技术面的形态要有良 发动点的时候 我们去做买进的动作 这样子资金利用是比较有效率 虽然我们分析产业 但是什么时候发动 就像滑晴 整理的时候 什么时候要喷出 看筹码 自然会告诉你一些表象 如果你在新春开红盘的时候 你现在还不知道 应该要针对什么族群 去做研究的话 你可以跟着我们的脚步 刚好我们接下来这套操作模式 如果你是上班族 甚至你是老板 其实都非常的适合你 因为我们非常的讲究 选股的条件 以及买进的时间点 适合的是大老板跟上班族 持股我们也是精简 带进一定带出 这就不用说了 重点是要产业的追踪 才能实现波段的获利 中间广告休息时间 有兴趣的投资人 麻烦直接拨通电话 我们先进广告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运达投股黄老师 大老板上班族投资方案 一 持股不超过五档 二 保证贷勤一定带出 三 产业追踪 波段获利 喜吐迎春 回馈活动 均说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股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股公司之一 投股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股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大老板上班族投资方案 一 持股不超过五档 二 保证贷勤一定贷出 三 产业追踪 波段获利 喜出迎春 回馈活动 军税线02-2781-0909 2781-0909 当年国民法官 会不会让白人找麻烦呢 我没跟我们女儿 会怎么办呢 不用擔心啦 国民法官的资料都是保密 法律令官也不能去想 而且收到国民法官是犯罪的行为 所以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刚刚我们上半段 针对伺服器这个族群 做一个上中下游的整理 因为我有跟你讲过吗 我说为什么我们封关之前 如果你是做这个族群 请向续报 因为不会因为封关 或者是新春开红盘 政府的角度突然变了 封关的时候说 我们要大力支持 大力扶植怎么样 未来我们人类要往 家庭智慧的这个部分去迈进 然后过一个年才12天 不推了 不会嘛 这不只是台湾 全世界目前为止 上游是资料中心 中游就是宽品基建 一路到下游 一路进入到我们 实际上家庭的应用 我说不只是台湾 第一个我们先看全世界 未来三年到五年 伺服器的成长 资料中心的用量 是呈现倍增的态势 这个我们从2022年 就跟投资朋友分析过 美国也是一样 美国目前为止的大基建 是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 为了撒币 为了要选票 第二件事情 是为了打中国 这件事情 我们也跟投资人分析过 今天不花时间多谈 总而言之 你在封关之前 跟新春开红盘 这一个产业 政府不会做这个摇摆的动作 仍然都会怎么样 持续做建制的动作 所以投资人相关的族群 你就好好留意 如果你前段期间 你都没有布局这个族群 你应该可以趁过年的时候 好好研究一下 所以为什么去年11月底的时候 两大新平台不畏逆风 仍然是推出新型的伺服器 在做的叫做军备竞赛 那这个族群 基本上我们可以从上游中游 一路讲到下游 因为讲到网通族群 下游 网通族群 未来要做光纤通讯 卫星通讯 未来可能我们身边 因为要改成怎么样 改成open run的架构 这是一种新型的架构 也就是说我们周围 会有一些小型的激励台 所以第二代 第三代半导体 刚好它的化合物特质 第一个杂讯小 第二个 适合吸收短距离的光纤坡 所以前段期间 我们在跟你分析 网通族群的时候 我们重点摆在哪里 第二代第三代的半导体 今天它的龙头 来两档股票都看一下 2455的全新 表现得还可以 3105的吻帽 基本上上个礼拜 它是跌的 今天是不是还它公道 这个族群 投资人清清楚楚 所以我们从下游的部分 可以再回推到上游 伺服器相关族群 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有一个小陷阱 你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 我有跟你提 我说如果你买进的 是3515的滑擎 那没有问题 基本上波段上涨 这是没有问题的 3515的滑擎 然后2376G加 基本上也没有问题 来到前段的新高 但是我有跟你说过 但是一些23线的显卡 我比较没有那么看好 原因是因为市场上面 有一些人在讲错误的资讯 跟你说你看数位货币 比特币大涨 我有跟你讲 比特币本来就不是 用显卡去挖 比特币是用ASIC 特制的晶片去挖 去年9月的时候 以太币也改版了 针对显卡的需求量 也没有这么大 因为改成工作量证明 这件事情 我们从去年9月讲到现在 到现在你还看到 有一些分析师跟你讲 比特币概念股叫显卡 不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我们就这样子跟你讲 所以对于二线的显卡 我比较没有这么看好 不会因为数位货币的上涨 它就发展成为波段 所以小心 这个是陷阱题 今天开盘去买进汉讯的 今天一开盘去买进立台的 今天没有收获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一路到下游的部分 我们干脆把讯息也 呈现给投资人看 一路到下游 2444照进 网通的缺料是不是改善 亚马逊的供应链 Wi-Fi 7 下游的部分 呈现一个波段上涨的结构 我们现在已经是做第二段了 第二段的买点在哪里 1月6号 所以我们没有因为封关 我们就改变我们的方向 2444的照进 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来我们来看一下 2444的照进 基本上表现得还不错 1月6号的时候买进 打了一根下引线 一根就够了 一根下引线 这段期间我们也是有所收获 那这就是我们这段期间 跟你讲的重点族群 从上游中游到下游 你应该怎么操作 节目时间不太够了 重点是 接下来2023年 我们的选股条件 选股重点 会着重在政府去发展的产业 公司 主力 他们的护盘需要明显一点 怎么样叫做明显 这个是我们专门在用的工具 从K线 跟一些我们的筹码指标 可以看得出来 重点是我们带你买进的时刻点 会是等到技术面 形态优良 发动点的时候去做进场布局 这样子的资金利用会比较有效率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关系 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打败懒得动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运达投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